另外这个赖销的国际记者会 我让这个岳老师一起讲 因为其实蛮不寻常 因为当时他的这个翻译的是 口译歌嘛 赵怡翔 那其实纽约时报 对赖清德的提问非常的尖锐 整个被这个赵怡翔给过滤掉了 纽约时报问是说 他要问赖清德 你强调维持现状 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那你如何看待 现在的可持续性呢 这种现状是不是说 会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调整吗 然后问题来了 从国歌宪法领土主张 这些现状元素 不会让台湾人感到不自在吗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点做求给赖清德 对不对 要逼出他台独精孙的原型 对不对 因为大家觉得赖清德 确实对我们的国歌宪法 跟领土主张 本身内心是非常不自在 作为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来讲 所以他好像问出了赖清德 心里的话 心里的感觉 然后他也问他 那你要如何应对国际的一些压力等等 然后你看到赵宇祥怎么翻译 赵宇祥把那些关键字 什么国歌宪法领土主张 全部把它屏蔽掉了 全部屏蔽掉了 只是很大概性的问他 什么北京会有行动 变化 你作为总统 你要如何因应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让赖清德再度重选他的主张 当然了赵宇祥把它屏蔽掉 赵宇祥算是他懂得赖清德的性格上 他可能又会爆冲 尤其是问到他内心的心里话 赖清德应该脱口而出 对啊 我就觉得不自在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看 我常说这个两岸的部分 虽然何宇祥今天讲到这些话 有些人可能也不太同意申来 你觉得呢 在两边比照之下 选举就是这样 真的 美式民主 不是选一个最好的 是选一个相对好的 我分成三点 把我对这一次这个整体来讲 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讲我们在台湾 因为我昨天有大陆来的朋友来看 他们是来特别看这个选举的 他们非常期待 能够看到这个选举 亲眼目睹了 那我就说分成我们在台湾的情况 然后中国对美国 美国对中国 还有国际的媒体 大致上来讲一下 台湾情况呢 有三个变数 就是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讨论的结果都是认为说 台湾人不习惯八年后还不轮替 这种周期性的轮替 是一种习惯 就是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 透过选票执政超过八年的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觉得改变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2023年呢 这个缺氮缺油缺水缺工 缺人才缺什么缺地 一大堆七大缺 这些情况下呢 都是大家自己可以感觉到的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蔡英文的八年呢 大家不单是 这个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改变了 连这个十一柱形都改变了 所以这三个因素的话呢 那么选择是放在大家自己手里 这是台湾内部的局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是 这一次的话的情况 有一个比较 我个人的认知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国民党从一开始 不怎么样发展到现在 情势非常非常高潮的情况下 跌跌撞撞来讲 引发了大家的支持的 主要原因 各方面的一样的集结 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体会 这真可能是国民党最后一次 我觉得还有一种氛围 就是讨厌民进党 跟不放心民进党 但你觉得赖清德讲的新局面 是在暗示什么吗 我跟你讲 赖清德他喜欢 第一个夹杂概念 什么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一样 什么夹杂概念 然后第二个 他根本不懂他乱讲 讲到主权什么 我讲了好多次 都不想讲 他讲新局面的意思 就是要怕人家说 他这个跟屁从 他只会跟着蔡英文这边搞 然后说他有一种感觉 至于说人家有问 他现在又维称蔡英文 他不敢讲 他跟蔡英文哪里不一样 蔡英文讲 你要敢跟我不一样 我都不支持你了 对不对 开车的话 我就自己跳到悬崖底下去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暗示 最后 因为这是小动作 就讲说是新局面 然后又不讲清楚 但是这句话 为什么 陈兵华会炸锅这样讲 因为对大陆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是按照 旧有的轨迹来讲 我们还可以照着 你这个情况来讲 你要讲新局面 那我们也新局面了 那我们新局面还得了 对不对 我现在在强调 美国对中国来讲的话 请大家要聊一件事 美国人向来就是 走两步推三步 就是这种搞法 答应什么都答应 到处都不做 因为什么 美国不做的是有国会 美国要做的 有它的行政幕僚 所以说对大陆来讲的话 真的是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没有话讲了 就是说你强调这边 任何的事情 对大陆来讲 这个没有选择 对美国 也是非常绝望 但是中大陆本身 对台湾的态度来讲的话 是把话说得明白 再不能明白了 因为你这边看到了 所有的人 因为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 这个我们在 我都没有讲 我们那天在志强活动的时候 还有嫁给我们这个教授的 这个在山东长大的 30多年的留学生 在美国结婚的 他当时的感觉的话 我就问他 首先第一个这个宣传够不够久 他都够了 大家都是要统一台湾 然后再者的话 这个有没有决心毅力 这个他也了解 其实他的立场 基本上他们在美国待了很久 但是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他会觉得说 本身的话 大陆是愿意和平统一 只是不放弃武力而已 你这一定要听得懂 因为这个局面就是说 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里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说是真的 赖清德如果作为一个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台独大家知道吗 什么叫务实 务实就是为了争取 他的权位 他的权力 他做了一些必要的一些 妥协或是隐瞒等等 但是你会发现 他包括他上次讲的 白宫啊 中华民国灾难啊 到新局面等等 他就是忍不住 或者呢 介大使认为 他比较是无知 他比较是不能够理解 或者他是暴冲 或者是他就是要代表 台独势力 讲出蔡英文不敢讲的 无论如何 他就是讲了 所以我们看到 我再次告诉大家 郭台办已经丢出了那四个字 这四个字 因为看大陆的文件跟官员谈话 其实就在这个字里行间很重要 已经告诉大家了 风高浪急 已经告诉大家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嘛 每次我很喜欢问来宾一个问题 你觉得选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那如果是赖金德胜出的话 国台办已经回答你 就叫做风高浪急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炸凿车 ите个人 油腿 下单 在这上 就干点 小火 音量